中文字幕 李宗盛 梁朝偉錄到奪金像影帝 黃禎勸退 打機會給年輕一代 梁朝偉昨晚憑金授指 再獲金像獎最佳男主角 即使身在德國拍戲 偉仔仍然十分尊重大會 穿上西裝以視像出現 同是頒獎禮現場一起各族的王子華 林寶怡、盧鎮業和大鵬 一起等待結果公佈 雖獲獎後偉仔表示 已經有十多年沒有在香港得獎 但正如太太劉嘉玲上台 帶她領獎時說 這次偉仔錄到奪奪金像影帝 的確引起不少聲音 就連昨晚有份出席勝會的黃禎導演 今日都在微博勸退梁朝偉不要再領獎 黃禎留言說今年賽果 最佳影片毒涉大狀 女主余香瑩 女配梁雍廷、男配姜大衛 都是實至名歸 但指金手指絕對不是梁朝偉最佳的演出 有些過火 比世界2046的內臉相差很遠 還說如果她是梁朝偉 會效法當年譚詠麟、張國榮宣佈不再領獎 將機會給年輕一代 曾志偉71歲正日生日 媽伴伯好友慶祝懶你金像獎打對臺 曾志偉昨天71歲生日 作為電影人又是TVB總經理 視偉懶你昨晚ViuTV直播 香港電影金像獎攀獎禮 與TVB收視對打 之前已經有預祝生日的她 正日當晚就跟一眾圈中好友 譚詠麟、梁家輝、葉童、苗喬偉 袁彪、文仲嫻、黎子山、 江美儀、姚樂儀、林曉峰 和方力申等伴百藝人 齊齊著想特製黑T 在高級法國餐廳慶生 至於日前的慈善掃煙 就有一對子女曾寶儀和曾國祥 長陪同舉行 圈中好友就有葉子媚 前家洛湯瑩、袁文傑、中年好聲音的 中一和中二生周吉佩、羅啟豪 譚輝至顏米糕等 還有古天諾、蛇絲曼、 吳君如、湯瑩瑩等人的星媽出席 未婚妻黃青霞被家控一罪 李隆基說我是她最大支持 李隆基未婚妻黃青霞 因被控如期居留 使用虛假文書等 六項罪名被還押 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訊 李隆基拿著公民袋抵達法院 受訪時表示有少少擔心 昨晚只是睡了兩小時 昨天曾經探望未婚妻 被問到對審訊有沒有信心 他表示交給律師處理 基哥坐在第一行聽審 等候開庭時曾經脫眼鏡 用手指按壓眉心 當黃青霞步入犯人欄 兩個人四目交頭 然後法官宣讀 控方新增了一項控罪 指黃青霞違反逗留條件 在香港接受僱傭工作 基哥立刻暗嘴想哭 案件押後至下個月28日 在沙田裁判法院續審 散庭後基哥在法院外受訪 多次沒眼淚 他表示穿鮮色衣服 是希望在庭上被未婚妻看到 他耿煙說我是他最大的支持 譚輝至密謀開個人show 黃健民陳倩婷嘴嘴唸全場嘩然 中年好聲音二一眾成員 昨晚在醫館舉行慈善演唱會 譚輝至繼決賽後再次跳唱屈到病 他自然雖然是素人出身 但跳舞真是OK 問大家想不想看他跳舞 引得觀眾報以熱烈歡呼聲 黃健民、林若瑩、陳倩婷 以舞台形式演繹三角關係的愛情故事 健民飾演渣男角色周旋與兩女之間 他們在彩排的時候多次落淚 倩婷和健民有一場嘴嘴長面 他表示只是在頭一次彩排的時候感到尷尬 因為要示威 導演想要一個韓劇唯美式的錫錫場面 當兩人投入演出時 就不會覺得尷尬 現場演到這一幕的時候 全場一片嘩然 健民事後被粉絲投訴 為什麼要嘴嘴 他立刻解釋只是劇情需要 完show之後 谷卓文、譚輝至和崖米糕 被問得獎後工作量有沒有大增 谷卓文表示工作有增加 已經排到暑假 但並不是密麻麻 期間有休息時間 顏米糕就爆料指 聽聞輝至密謀開個人show 輝至回應說只是細show 還表示會邀請他們一起搶 遙真70歲生日搞告別會 林青霞康人容祖兒到賀 湘台前副主席遙真 昨天70歲生日 向來不搞生日的他 今次就和朋友來個小小聚會 原因是位於中環太子大廈頂樓的酒廊餐廳 今日結業 遙真覺得很可惜 所以他就借生日當天來個告別 中強調 這不是生日會 而是 farewell 不用做人情 不用買禮物 只要去到捐錢給深光萬人圓就可以 容祖兒等人今天就在社交網 分享了昨晚聚會的合照 到會的還包括林青霞、蔡卓賢、關志斌、吳康人 霍文熙、蔡一智夫婦、霍啟山、彭秀慧等 照片裡他們都開懷大笑和嘴嘴咻咻 非常開心熱鬧 但就未見他的紅顏知己何超禽入鏡 林勝斌硬食球餅 show仔仔有多勁抽 越住越豪 房大到可以踢球 林勝斌四子女各有才藝 其中六歲小兒子J精靈活潑 除了是籃球神童 原來還是足球小獎 Bob今天上載 仔仔在房裡踢球的片段 留言說 仔仔看完少林足球最美的一場球 兒子就跟他說 好意思而已 我都行啦 於是Bob就拍下兒子的示範 J一個轉身射球果然有板有眼 兼且兩次都射中負責拍片的Bob 硬食了球餅的他 都笑著大讚好勁 網民都讚小兒子果然勁抽 吸金力強的Bob越賺越多 也都越住越豪 由九龍塘三層獨立屋 搬住同居大型豪宅 繼早前在社交網分享了 J在花園打籃球片段 曝光勁大的花園之後 今次齊齊在房裡踢球 同樣吸引網民主意 只去一間屋大到可以踢球 林以琦64歲生日收大驚喜 劉丹率笑美琦更好有賀秀 林以琦明天64歲生日 入行超過40年的他 參演過多部劇集和處境劇 又是香港藝人高爾夫協會成員 和眾多藝人交情深厚 日前他在微博上載 和方平等幾位朋友 在火鍋店等候用餐期間 拿著氣球的樓丹率領一眾好友魚貫入場 給他送上生日驚喜 獲贈靚靚花束和大合唱生日歌 正如他留言 太大驚喜了 渡賀的好友來自娛樂圈不同領域和年齡層 除了樓丹之外 還有黎瑞恩、張永康、麥雅志 譚玉英、陳展鵬線問郵 歐永權、邵美琦 廖安麗、賈斯洛、歐瑞強 黎諾伊夫婦等 林以琦留言表示 所有都是他的好朋友 他感謝一眾好友給他一個太大的驚喜之外 笑言早知道他就會化妝 但其實素顏的他依然漂亮動人 他是1980年港姐第四名 多年來保養得宜 早已有港產美魔女之稱 李詩琦活躍社交平台 經常分享廚藝片段之外 最近執拾家居時 將以前封塵的相片出土 繼之前公開兩張玉女照後 詩琦姐又分享了一張 三歲時的童年照 照片背後原來有洋蔥 詩琦姐是鐵文說 原來這張照片還有彩色版 是我媽媽的珍藏 她分享照片背後的故事 表示媽媽停孕了十幾年後 突然生了她 全家人都很開心 之後爸爸愛出了生意 她就幻想了腎病 爸爸致電回家問及她的病情 媽媽說已經好轉 爸爸就耿煙雪不相信 肯定是死了 以為媽媽怕她擔心欺騙她 因為媽媽曾有兒子腰折的前科 於是媽媽帶了她去拍這張照片給爸爸看 那時她是三歲多 所以她很慶幸生在父母同愛的家 網民紛紛大讚 詩琦姐從小到大 寶寶時眼睛大大圓碌碌 精靈又美女 是人見人愛 車見車載的可人兒 曲奇甜了嘴嘴召 賀結婚週年 馮德倫抬不擺起酒 與友同歡 2016年馮德倫在布拉格拍攝電影 《合到聯盟》期間 和舒奇在當地拍下婚照 並且觀宣結婚 但未有舉行婚禮儀式 剛剛在星期二度過了48歲生日的舒奇 今天凌晨是社交網分享 和馮德倫穿紅蕩蕩群垮中式婚嫁禮服 在台北舉行喜宴照 和獲腰出席的圈中好友齊慶祝同歡 二人在眾人見證下甜蜜嘴嘴 攜手斟酒香檳塔 馮德倫自彈自唱愛歌 還有二人和兩隻愛貓的一家四口造型蛋糕 儀式感十足 舒奇亦Sweet爆留言 感謝老公多年來的包容和陪伴 及為這一天所報自己一切 並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和舒奇以老公老婆相稱的林希雷 亦有分享現場照片 留言多謝馮德倫多年來對舒奇的包容 因為有她舒奇不再孤單 脾氣亦變得更可愛 當中有網民留意到 現場報警板上寫上 兩個人英文名簡寫 中間是個十字 疑似子十週年 有份出席的中鎮圖 亦在微博貼上同太太范姜 同一對新人的合照 留言就是祝賀他們兩個結婚十週年 黎子山腰藥 《慘食檸檬》爆張學友曾經奶了東西 黎子山出席新節目《紫山約里》發布會 透露節目籌備了一年 走訪七個城市拍攝 期間曾被受邀藝人拒絕 原因當時是疫情尾聲 仍然有很多人戴口罩 張學友就說表演前會一直留在酒店房 還說年輕時曾經試過被人跟拍奶了東西 所以不想再被人跟拍 他就因此吃了檸檬 說到許智安在節目中重提安心事件 紫山說和安仔很熟 可能對方比較信任他 覺得可以透過他講這件事 至於最深刻的是訪問王嘉義 又說陳慧琳、楊千華 在受訪期間否白時激動落淚 行好每位嘉賓都對他非常信任 所以對節目內容都沒有要求特別審核 都沒有要求中 熟悉成功是有時的 可規則是出境遇的 並不小礙 任期間請選出